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如果现在问没有接触漫画《鬼灭之刃》的小伙伴 最讨厌里面哪一个角色的话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的答案是风柱不死穿石迷 因为这位风柱在刚刚见到你豆子的时候就动手了 估计很多只看动画的小伙伴都对这一幕还怀恨在心 甚至是将风柱唾弃不齿 毕竟你豆子这样可爱的老婆 怎能容忍让风柱这表情憎恶的恶人来动手啊 所以很多小伙伴曾经表示 在《鬼灭之刃》中谁都能够得到原谅和谅解 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风柱不死穿石迷 毕竟可是对自己老婆动手的人 恨不得将她千道万管呢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估计很多小伙伴们还是摆脱不了之相定律啊 目前很多关注漫画剧情的小伙伴 早就已经被风柱的魅力所折服了 虽然风柱有些不近人情 但是现在的风柱确实已经成为了超级稀粉王 那么风柱到底是如何成功转换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其实各位对于风柱的偏见 无非是风柱在第一次见到你豆子的时候 被你豆子动手了 但是作为鬼杀队的一员 相信所有鬼杀队的成员 在第一时间见到鬼的时候 都会条件反射地想要将鬼击杀 毕竟鬼杀队真正了解鬼的可怕 水珠富刚义勇第一次见到你豆子的时候 不也是想要将你豆子干掉吗 毕竟他们是了解鬼的 知道人一旦变成鬼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什么亲情友情 对于鬼来说 这些都是浮云 鬼会将这些视为粪土 随意践踏 这一点从不死川石蜜的经历 就足以说明 自己的母亲在变成鬼之后 想要将他和自己的弟弟玄秘杀死吃掉 最后石蜜被逼无奈 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 只能亲手杀死了变成鬼的母亲 所以在听到炭治郎说 你豆子不会伤人的时候 石蜜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毕竟自己的经历足以证明一切 而且相信石蜜也不愿相信 他肯定也想拥有一个变成鬼 也保留着清醒头脑的母亲吧 不过现实是非常残酷 其实从石蜜的身上的疤痕 就能够看出 石蜜是一个为了杀鬼而不惜生命的人 毕竟自己被鬼折腾的 完全没有了人生可言 其实石蜜是一个十分耿直的人 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 想到什么就会做什么 有点做事不计后果的感觉 在自己没有成为鬼杀队成员的时候 就自己去杀鬼 不过每次杀鬼都是靠自己的稀有血液 麻痹鬼之后 然后将其控制 一直等到日出将鬼活活善死 不过幸运的是后来 石蜜认识了自己的师兄 并且将石蜜以剑给了自己的师父 石蜜也经过了鬼杀队最终考核 正式成为了鬼杀队的一员 不过自己的师兄家好友 却在讨伐鬼的战斗中 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这次对于石蜜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 石蜜想不明白 为什么鬼杀队的当主不用杀鬼 而是命令他们去当炮灰呢 虽然在此战之后 石蜜成为封住 但是石蜜却没有半点开心 相反直接对刚主产物负药灾提出了质疑 不过产物负药灾 并没有因为石蜜的冒失生气 相反对石蜜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表示自己受身体的原因 根本就不能使用任何呼吸之法 而且对于每一个死去的鬼杀队的成员的名字 他都牢记于心 石蜜也被产物负药灾的真诚所感动 最后表示效忠于产物负药灾 其实石蜜这个人并不坏 虽然样子有些吓人 毕竟身上到处都是伤疤 但是却是一个脾气吃来吃去 对鬼极恶如仇的处 石蜜之所以会对自己的弟弟玄蜜态度冷漠 只是因为想要自己的弟弟 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玄蜜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石蜜更是奋不顾身 虽然在对炸黑死魔的时候 石蜜跟他力量悬术比较大 但是石蜜却是第一个 让黑死魔稍加认真的人 而后来狭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石蜜 所以看出石蜜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伙伴 现在的石蜜已经从令人唾弃的勇铺原谅 半年成了超级吸粉王 不管怎么说 石蜜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绝对是一个好哥哥和好队友 成功被封住给圈粉的小伙伴请举手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